微软中国员工被要求使用iPhone进行身份验证 苹果手表10周年革新 配备塑料外壳的Apple Watch SE 重大Siri升级推迟至2025年 新的MetaQuest更新 微软已告知其在中国的员工 从9月起登录公司系统时必须使用iPhone进行身份验证 作为微软安全未来计划的一部分 使用安卓智能手机进行多因素身份验证将被禁止 员工需使用智能手机和两个微软应用来进行身份验证 且未来只有iPhone能够运行这些应用 这一举措旨在应对日益复杂的网络威胁 保障公司系统的安全 这一决定反映出对中国设计的硬件和本地应用商店安全性的担忧 没有iPhone的员工将获配一部iPhone 15 此外 如果公司重新推出Recall AI功能 可能也会考虑禁止使用 因为该功能此前曾遭安全专家批评 随后被无限期推迟 这体现了公司致力于加强安全防护并保护其系统和数据 彭博社报道 新的Series 10手表 预计将拥有类似Apple Watch Ultra的更大显示屏和更轻薄的机身 它们或许还包含一枚新芯片 以实现潜在的人工智能增强功能 苹果上个月公布了其生成是人工智能计划 名为苹果智能 希望能吸引消费者 华尔街对此反应积极 维德布什证券公司的戴艾夫斯等专家 看到了人工智能驱动升级的潜力 在上个月的全球开发者大会上 苹果宣布了手表的软件更新 比如WatchOS 11 其重点聚焦于健身 健康和照片精选 苹果有在产品生日发布新版本的惯例 但革新后的手表的确切发布日期仍不明确 该公司于2014年9月发布了初代苹果手表 并且尚未对近期的评论请求做出回应 彭博社的Mark Gurman称 苹果正在开发一款新的低成本 Apple Watch SE 其将采用塑料外壳 而非当前使用的阳极氧化铝 这或许是苹果的一种降本策略 因为当前型号售价249美元 而三星最便宜的竞争款手表 Galaxy Watch FE售价为199美元 苹果在2013年发布了塑料外壳的iPhone 5C 引起不少争议 因为批评人士认为这是一种降级 iPhone 5C有多种颜色 但一些消费者觉得对于一款低端产品而言 其价格过高 消费者对塑料外壳的Apple Watch SE会做何反应 以及这是否会让苹果在低价智能手表市场占据优势 尚不得而知 尽管iOS18测试版引入了若干新功能 但备受期待的重大Siri升级已被推迟 有报告称 即使是开发者测试版的用户 也要到明年才能使用新的Siri 官方推出预计在2025年春季 在全球开发者大会之前 有爆料表示Siri的改进将带来显著提升 包括更累人的上下文理解和处理复杂命令的能力 Siri功能可能会在1月份针对开发者进行测试 并在春季左右作为iOS18.4升级的一部分向公众推出 其他功能如新设计和ChatGPT集成 将在今年晚些时候推出 这一延迟意味着9月份购买新iPhone的用户 可能需要等待较长时间才能充分利用新的 更智能的Siri的增强功能 MetaQuest更新V67正在向Quest用户推送 为用户界面带来显著改良 并增强了对创作者而言的Horizon Feed功能 用户现在能够随心所欲地放置窗口 可以固定三个窗口 并以铰链布局打开另外三个窗口 此外 此次更新引入了剧院视图 能够放大所选窗口 并调按穿透视图和其他窗口 Horizon Feed也在更新 Meta正与创作者合作展示他们的内容 并允许用户点赞和分享 这些频繁的更新使得MetaQuest 3 保持了作为市场上优质VR头显之一的地位 如果关于即将推出的MetaQuest 3S的传闻属实 用户可以期待今年晚些时候推出更实惠 更强大的经济型头显 进一步拓展VR领域的可能性